大家好,我是阿米,欢迎收看看跨镜家阿米的阿米秀,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。 随着大众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迅速提升,越来越多猛虫开始走进人们的家庭。 当然,随着猛主子家庭地位的不断晋升,粗犷的饲养方式也就不再适用,消费者对宠物的饲养方式会更为细心,在吃喝玩乐环节,宠物护理上的开销上也更慷慨解囊。 Marketwatch预测,到2026年,全球自动智能宠物喂食器市场规模将从2021年的13.324亿美元到51.096亿美元,2021至2026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25.1%,而自动喂食器、自动饮水机、自动猫砂盆成为目前全球宠物用品、细分产品偏好最多的产品。 由于传统宠物喂食器采用手动控制喂粮系统,存在许多不便,比如不能控制喂食的数量,也无法在爱宠们需要吃饭的时候,实现全天候的喂水喂食,而这些,宠物智能喂食器都能做到。 凭借全面且智能强大的功能,宠物智能喂食器已不单单是喂食工具。 尤其是音频和视频功能的引入,越来越多的宠物智能喂食器成为了主人连接爱宠的情感纽带。